海斯勒一直采访的那个 就是那个林祥飞和那个陈采梅两口子 他们不是以前呢 也是做这个内衣小商店 还给起名中国之星嘛 后来就是他们的女儿来照顾这个店 这两口子呢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他们想做的事情 这个事业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他们发现啊 这个埃斯优特就这个小县城啊 到处都是垃圾 于是呢 他们就回家啊 在这个中国 引进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剧本二甲什么酸 就是那种塑料瓶瓶罐罐 把它给弄成碎片 清洗完了以后弄成碎片 压成碎片 完了以后 在什么啊 买了这么一个生产线 垃圾生产线 这个机器啊 就是浙江 不是 江苏生产的 其实很简单 就像你看 就像这么一个机器 它就是把那个空塑料瓶子啊 给你压碎 搅碎 搅碎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 光当光当洗干净 洗干净了以后呢 再经过一个烘灶的这么一个干燥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再用高温把它抹成这个粉粒 最后呢 等于就是他再去把这个粉粒的状的东西啊 再去当一种原材料 卖给一个 也是他们中国人 这个当时啊 他们回国探亲的时候啊 休假 特地呢 还跑到这个 因为你看他就是什么时候都闲不住 就想各种方法啊 挣钱 他就跑到自己老家呀 南边浙江南部 专门去参观了几家 已经发展的 人家呀 干的已经很成熟了 就是塑料瓶回收厂 我记得八几年的时候吧 哎呦就有 当时有一个人拉着我 我记得还投了 呃 两个钱弄那么一个厂子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那个技术还比较落后啊 用那个三百八的垫 哎 把那个 他那个不是塑料瓶子 是那个玻璃瓶 把玻璃瓶给融化了 融成一个一个小圆颗粒啊 完了以后呢 他再把它拉成丝 你知道吗 哎 就等于最后出来的时候啊 就是化鲜 这化鲜不就可以 织化鲜不啊什么 就各种的这种东西了 哎 那时候还比较落后 后来 那个 比这 比这落后多了 哎呦 特原始的那种 啊 太辛苦了 没没没没 没干成 没挣着钱 而且太费电了 你想想 那时候也不知道 那个 回收的玩意儿都够费劲的 然后啊 这两口子啊 还开始呢 就 研究 研究 跟着人家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 就开始研究这个机械设备 哎 哪儿跟人家探讨啊 你哪儿买的机器啊 完了机器怎么 怎么的弄法啊 哎 哪个厂子比较好啊 最后啊 呃 为了这个组装 他买来了以后啊 运到这个埃及了 还得花钱 专门请了这个厂家的一个技术员 跑到埃及 就这么个小县城来 就这个艾斯优特啊 一直帮着他 从你想想 那全都是散了过来的 组装了好几个星期 然后呢 就对这个老板 进行了一点 简单的培训 就是 其实也不是简单 培训了 他就站坐在旁边啊 看 看你怎么组装 一个一个往上装 完了呢 就跟着人家呀 看哦 就这么傻啊 哦 就这样的呀 完全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培训 结果呢 就等于什么呀 因为是这老板啊 他就得就跟那个学 他们学阿拉伯语似的 也没上过课 也没请过老师 就那么愣学 哎 就等于完全没有一丁点的技术工程 技术这个什么概念 图纸能不能看到 没有 没有正规训练 就是在那看人家那技术员 哦 跟着人家操作了几天 剩下的 那就是 哎 嗯 见招拆招了 所有的以后的维修 就得靠他自己了 结果呢 有一天啊 就这个研磨机 出问题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 他还知道啊 把这个 机器给关了 然后就把手伸进去 他去掏 卡那卡住了 可能是 结果呢 刚摸到这个刀刃的这个地方啊 这顾的这个 你想顾的那埃及的工人 也是没什么水平的 也没文化 也没经过 尤其那时候 那个这个老板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生产啊 然后咱们现在 先培训一个星期 完了哪哪都贴着 你应该怎么做 一步一步 怎么来的啊 完全没有 这工人也没有 也没有这些东西 大概呢 没看见这老板啊 在那儿呢 就看着 呦这机器怎么停了 光把闸就给合上了又 哎呦 你想想吧 就等于就 这个厂子完全就是没有 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小作法 就这样呢 这等于这老板啊 这个 等于他这个手 正好就等于就在那里边 就被给卷进去了 人就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这一下啊 等于他的右手 五触五折 一大片的那个皮肤啊 也给扯开了 肩膀 脖子 脸 全都 你想想 都进机器里了 没把你全都给弄成 那个 就这种小碎碎 小颗粒就不错了 哎 大概是这么一喊 估计又把那个闸 又又又合上了 等于他在这个 他们那个县城的那个 有一个叫 埃斯优特大学啊 有一个大学的医院 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 躺了二十多天 这医生啊 不得不从他的那个 左大腿那儿啊 取了一块皮肤出来 给他移植在这个右手上 整个手术 大概花了八个多小时 等到啊 就觉得呀 稍微状态啊 能够支撑他坐飞机了 有点稳定了 赶紧飞回了老家 飞回了浙江 在家呢 养了差不多好几个月 然后就又回来了 回来接着挣钱 回到了埃及 重新 接着 操作 研究自己的那套设备 你想啊 他估计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那个内衣店 也给女儿两口子开去了 他就得 弄这个了 他们的这个回收厂啊 现在就是 等于上埃及 上埃及就是 埃及的南方的意思啊 第一家 这个塑料瓶 回收厂 老板呢 就负责亲自操作呀 修理呀 这些东西 后来慢慢慢慢啊 开始挣点钱了 老婆呢 就负责 就是跟钱打交道 收瓶子呀 完了 完了怎么跟那个 把这个货再生产出来的东西 给人运出去啊 跟人家打交道 就是这个方面 很快很快啊 这消息就开始传开了 哦 中国人 在这儿开了一家这个厂子 这厂子啊 要那个咱们满大街 扔的那个破塑料瓶子 于是啊 就很多人啊 就开始从这个县城 捡回来 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都往他这运 这老婆呢 就在那门口支一桌的 就负责收 后来呢 就开始就 工作量越来越大啊 这就自己也没法 这么老实 这么一点一点收了 就开始收集中的 就是大宗的了 干嘛呢 就等于 专门有人 来给你送来 哎 他去收集去 上这个县城各个地方 哎 你呢 就负责 大概就是等于 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 哎 就像这样似的 你看 这一车一车的 弄拿的麻袋啊 装好了 完了呢 就是一帮小孩 哎 负责茧 负责茧 负责那什么这那的 这个厂子啊 海斯勒第一次去的时候 一看 我的妈呀 那堆的啊 一层楼高 就 已经堆的就是太多了 你知道吗 全是人家送过来的 还没处理过的 那个瓶瓶罐罐 他差不多每天啊 要消耗 就是又清洗呀 又磨碎啊 四吨的这个废素料 慢慢生意越来越大呀 这这就忙得不行啊 就厂里边啊 居然雇了三十个人 当地人 老板呢 再把这个处理出来的这种 这个原材料啊 就是塑料的这个这个粉末 这种东西 卖给谁呢 卖给在开罗 有一帮中国人 这些人呢 干嘛呢 他们又有一套机器 这机器是专门干嘛呢 就是把你那个粉末状的塑料的这个粉啊 他给你拉成这个塑料丝 这个塑料丝再卖给那个就是他采访过的那个董卫萍 就专门做那个女性内衣的那个人 这个人干嘛呢 拿这个塑料丝 支撑塑料的那个咱们就是化线布 哎 化线的衣服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完了他再做这个内衣 这个内衣啊 还包括当然还有这个 这个衣服啊 成衣也也做 再分散给他几十个在埃及的这些亲戚们 就是一张大网 完了这个大网等于自动自我 在其中就成了一个那个供应链了 牛逼不牛逼 你能想象吗 就是啊 这个 每当你这人啊 那个埃及人光光光 在满大街乱扔 这塑料瓶这个瓶子 最后呢 他这个流程怎么走的呀 通过三个环节 三个中国人 哎 转一圈 又回来了 还挣你这个扔塑料瓶人的钱 等于就是这个 整个一个良性循环出来 从丢瓶子 啊 再洗瓶子 再把它压成什么什么的啊 海思勒就觉得太奇妙 海思勒呀 就看着这个老板啊 那受伤的那个右手啊 那皮肤大概手术做的呀 也不咋地啊 临时从小大腿那弄一个 那那个估计那埃及医生物 这辈子也没见过那几个这样的伤的 也没长好大概 因为这个皮肤的这种啊 它要让你恢复起来啊 非常困 是特别 皮肤是人类 你的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器官 而且非常重要 结果呢 这个一看啊 就跟那橡胶似的 你知道吗 完了 脸上也是各种的一看啊 就是那个 没没好好缝 就已经留着疤了 但是老板不在乎 虽然说啊 这个右手啊 可能就已经有点 不太行动自如了 就是有点废 但是啊 你能看得出来 对他工作啊 一点影响没有 人家也不沮丧 这个海斯勒就问 哎 你觉得这个埃及 这个医疗水平怎么样啊 你看 你在那住了那么久 你有亲身感受啊 结果你想到了吗 这老板啊 耸耸肩肩说 才花了一万埃及棒 划算了 你想啊 那个一万埃及棒 相当于一千五百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 跟咱们这儿 人别 差不多 对不对 他就觉得 我天哪 我这都命都没了 我一万块钱 就把我命给捞过来了 而且啊 他觉得呢 这个意外啊 就只能怪自个儿 他也不能怪那工人 他就觉得什么呀 我就是没受过文化 没受过正规教育 没文化 太蠢了 就说呀 其实我这个本事啊 完全不能够干这种什么 你还开厂子 这可是不光是你有脑子不脑子的事 他真的觉得就是教育程度 你决定了你这个厂子规模 和你出不出事这个事 这个说的确实是他自己 真是拿命换来的感受啊 哎 但是呢 人家也干了 但是啊 你就想就说我们产业升级啊 老在喊 你的这个操作的人 这个文化水平决定了你这个整个产品的质量 所以我们为什么只能干低端的呀 你看这个在日本啊 他每一个工人的教育水平都相当高 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啊 那就完全不同 你像德国 这都是啊 他普通的操作的工人的文化水平 决定了整个这个厂子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问题 你再说机器啊 你操作这个机器的人的水平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老说青年那个产业升级 那哪是说你想升级就升级的呀 这两口子啊 就是靠着这一家这个塑料回收厂 一年你能知道吗 他居然能挣到二十万美金 净赚啊 净赚利润 当然有的年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挣得少 那时候头一年的时候是五万 后来就越来规模越大嘛 二十万美金 连当地的埃及商人啊 哟 看着好事啊 也跟着干 居然呢 从他这个厂子啊 挖走了几个工人 完了也开了一个第二个这个塑料回收厂 但是呢 因为这市场太大了 埃及哪儿都是塑料瓶子啊 所以啊 完全不影响这两家公司 哎 家家都这个生意兴隆 和气生财 这夫妻俩啊 这个海思乐就观察了 这中国的他也敢开啊 这我也发现了 就是你到国外去 你去看那些咱们在国外的那些海外的 华人 那生活条件之艰苦啊 你说他们一辈子奋斗为什么呀 这夫妻俩就是 你就直接住在这个厂房的楼二楼 完了整天就生活在这个 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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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嘈杂的机器声里边 海思乐还发现啊 你只你进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 就跟他去那个采访的那些中国的那些商人家里边 一模一样 就是家具啊 全都是那种塑料折叠椅那种临时家具 坚决不愿意 你一看就是没打算在这常住的那种 随时准备拔鸭子就走的 回回家的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 整个的这个家里边唯一的装饰 就是墙上挂的那一个一个钟 哎 完了奢侈品就是一个二手的一个旧的一个电视 完了呢 旁边支的一个那个埃及灶的那小耳朵 干嘛呢 就一几个台 这几个台还是咱们的中央电视台 只要啊 有人在这个家里边 那一直看的就是中央电视台 海斯勒呀就发现啊 这个咱们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中国人啊 真的不知道怎么生活 完全是不需要邻居 也不需要跟你交朋友 他甚至连家具都不需要 海斯勒发现什么呀 就是他再怎么艰苦啊 唯一不能缺的 就是猪肉 这我也发现了 哎 你出去旅游去 你就看啊 他真的是 尤其像那种热的地方啊 他恨不得就就就就就两件衣服 就可以了 完了呢 那个也没床 就是打地铺 全都打地铺 平时把那个被子啊 卷卷卷起来 有点像那个日本人似的 搁在一边 完了呢 平时大家就在这个中间这么活动 睡觉哗 大家 喷 不看了 男男女女 哎 恨不得都在这一个房间里边 有时候你就觉得太不可思议 他们怎么这么不讲究 哎 就这么能吃苦 出去挣啊 确实 你比如在西班牙 在欧洲啊 在那个餐馆 包括他们给自己人 因为到那儿都是黑的嘛 一开始去的时候 都是一般都是给自己人 就是早出去的那帮人 给他们打工 但是呢 工资确实已经相当于咱们这儿来说 那时候就高了嘛 你想他们能够花二三十万呢 借钱 轻轻凑着把你给送出国 送出国里边就开始苦着 挣钱挣钱回去 完了家里边就开始盖 三层楼四层楼 就这样 完了呢 哎 你啥都行 但是炒肉啊 什么这些那个炖个肉什么的 这个不能去 但是你要在这个埃及 你想这种阿拉伯国家啊 就有点费劲了 所以呢 这个当地啊 他们就只能跑到这个 当地的那个克普特的基督徒 那些活动生活的地方 上他们那儿去 哎 在那儿呢 能买着这个我们中国人不能缺的猪肉 这家厂子的老板啊 林峰祥啊 林祥飞啊 大概就五十刚出头 可是你看着啊 绝对六七十岁了 哎 完了呢 也不停的在那儿抱怨说了说胃疼 其实啊 这个 一个是啊 就是生活 我就是咱们在海外的这些人啊 他其实跟在国内也差不多 就是干嘛呢 这男的啊 永远负责就是应酬 哎呀 外边吃吃喝喝呀 就这种饭局 你就停不了 喝酒 那而且还什么呀 喝酒啊 这老板啊 其实自己啊 并不是特别的会那种 呃 这海思勒就问 说你觉得啊 你在埃及来这儿这么多年 你闯荡 你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啊 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 这老板啊 不带打磕巴的 男女不平等 海思勒一听 呦 居然他能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 男女的不平等 这老板接着说啊 说这边的女人呢 就在家里边待着睡大觉 这埃及要是想啊 你想经济发展起来啊 你想这个脱贫致富 第一件事 你就得把这个不平等给解决了 否则啊 没戏 中国之所以能崛起 那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啊 这五四以后 我们有了这个男女平等 这个问题 我们就这么干呗 后来再没事儿吗 海思勒没事儿 还过去就跟他聊 哎 他就总说 在埃及 这个问题 真的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他觉得啊 你看像在中国啊 我们在旧社会那时候 也是啊 女的那也能差不多 跟女士隔绝差不多啊 都是二门不脉的那种 是吧 而且那时候还缠足呢 男的 妻妾成群的 有钱的能娶四五个 哎 没钱的一个都娶不上 而且女的呢 二门都不让你出嘛 对不对 而且你那个每一个院子 都还有个大影币 那影币里边 你就别了 还有那几金院 一般你女的 只能够在里边那院 外边那院 你都不能出 是吧 他觉得呢 就是五四运动以后 哎 中国人才开始 这个 新萌化 什么白化 各种的 哎 觉得就是被人打了嘛 开始反思 我们为什么这么落后啊 哎 就开始向西方学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有各种的反对 这个缠组啊 这种陋习啊 提倡男女平等啊 等等的 这老板就说 埃及 一定得等到这个 真正的这种革命的到来 像那个什么 就是说他们说 那个就是前一阵子闹的那种啊 他觉得那种革命没有用 这个老板啊 特别朴实 他呢就说这个 怎么讲呢 就说那个 海思勒说 为什么会是 你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啊 他就说 你看这包包 把这个天赋给浪费了 你看我家 你瞅我老婆 我要没我老婆啊 跟的 我自己都说 不可能有我这个场子 还有我女儿 你看看 人家自己就能开一家店了 你说要是埃及人啊 他们要是在埃及 真的 就等于只能在家睡大觉 带个孩子什么的 啥都不能干啊 在这个上埃及啊 海思勒采访的这几十家 这个女性用衣的那衣店 一看啊 真的都是中国那种夫妻店 而且啊 分工特别有意思 就是男的负责 就是跟那个供应商啊 什么这些埃及来的男供客 打交道 女的呢 就是哎 女顾客 由他来打交道 而且呢 他们跟这个女顾客啊 有特别亲密的那种动作 互动 哎 这么恨的 那个海思勒就见过 那埃及的女顾客啊 主动的啊 把自己的这个 尼卡布给揭开 让那几几啊 看 你看看我长什么样 因为你想啊 埃及女的真的漂亮极了 那叶子 你看看好看吧 我就长这样 哎呀 真好看啊 你想 那女人也高兴啊 是吧 所以啊 你在埃及啊 如果你看像那埃及 那个他们埃及人 自己也开那一店 他为什么卖的就不火呀 他全是男店主啊 对吧 有有有有 好厌 我这猫 他老动我的这个键盘 看看看看 你看看 什么样 上个镜 天天地握在我的键盘上面 哎呀 说哪了 海斯勒呀 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到中国来 那时候他刚二十郎 郎当岁吧 还单身汉 在这个南方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学院 四川哪来着 哪个县城来着 哎 反正教书啊 教中文 他那志愿者嘛 这学校周围啊 他就发现 餐馆啊 开的店呢 全都是夫妻店 哎 包括那时候 他们做那种 那个小巴 哎 那小巴车也是 一般都是男的开车 女的负责卖票 夫妻店 当然啊 他也承认 在中国呢 你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性别啊 差异啊 或者有一些歧视啊 什么的啊 还是很明显 你比如说这个企业的大老板啊 或者是这个政府里边的这个领导啊 差不多都是男的 女的就是一个那个点缀 你让他真正负责什么关键职位上 没有 对吧 但是啊 在这个日常生活中 你发现 这夫妻俩 往往是一起打拼 这个自己的小事业的 你看那个 比如说 他那时候刚到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看啊 你看那个在那个江边上 你一看打鱼的 丈夫呢 就是在那儿 女的负责摇着船 丈夫呢 就负责 撒网啊 什么的 哎 这整个一上午啊 他那看啊 两口子一句话也没有 但是配合的相当好 当时他还想 哎呦 你说就这么一个 三米长的 这么一小船上 俩人一整天都在这上边 也不说话 什么感觉呀 也不交流 哎 但是你感觉他们相处的 还挺不错 结果等到他自己成家了以后啊 他还发现 其实差不多 哎 你看他跟他老婆就是 比如说吧 他俩人都是这个作家 完了以后呢 等于他们在这个开罗呢 自己租的公寓呢 一人弄了一房间 给自个儿当自己的书房 办公室 完了呢 因为都是写 关于在埃及的感受 这个方面的书啊 所以呢 他们就得交替着都得出去 你得采访啊 你得你得去观察生活呀 所以呢 当老婆要出去的时候 这海斯勒就得在家里面 海斯勒要出去的时候 老婆在家里面 家里有个双胳胎呢 你知道吗 哎就这样 其实呢 就等于你一看 他们也跟个夫妻店差不多 也在打拼 当然是肯定不一样了 比如说他老婆 那就是采访的这素材 肯定就跟女人打交道的 在埃及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呢 这个 哎 有机会 我可以再讲讲这个 他老婆 莱斯利 写的 关于埃及 梁海斯勒就是重点 就是 萨伊德 这种的身边 打交道的男人 他观察了啊 就他在开罗住的 那个家附近 没有一家店 是夫妻店 你在 你观察吧 你即便是到了农村啊 你在埃及 那农村干农活的 你都见不着女的 都是男的 在那地里边干活 当然了 除了这个 科普特的扎巴林人 扎巴林人就是那个 比较下等的啊 就是跟那个 撒伊的干的差不多的那种活 就是收垃圾啊 什么那个 就是那个 什么来着 开饭馆 酒吧 这种的 就是他们干这种活 这种扎巴林人 他的这个女人呢 还能够在家里 当然也只能是在家里的院子里 帮着老公 给垃圾啊 分个类啊 什么这那的 你出去也是不行的 绝对 绝对不行的 所以啊 跟这个 他在中国待了十几年 完了又在埃及待了这么五年多啊 他有这么一比较啊 哎呦他就觉得啊 尤其他在埃及跟那些人接触了以后 动不动 我给你这怎么 这种各种的那个 而且规矩那么多啊 他突然发现 他采访 这个 中国商人的这几个月 一块聊天 消磨时间的那个时间啊 让他感觉 哎呀 好像人呢 都整个的放松了 舒服死他了 你比如他完全可以 特别安然翘着个二郎腿 坐在那儿啊 就跟Kiki聊天 完全不用顾忌啊 人家老公那不乐意 你想他跟撒一的那么好 他到了撒一的家里边啊 包括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他拉着这个撒一的全家 出来玩啊什么的 他都得非常非常小心 怎么跟撒一的老婆聊天 说话 你的眼神一个动作 你都不能出边的 你知道吗 完全就说 他在这个 那一店里边 跟这帮中国商人打交道啊 完全不用想 哎呀 我跟他多说了几句 我冲他脸大嘴笑啊 怎么能够会损害到Kiki的名声啊 完全不用考虑这些 另外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就是 这帮人啊 用那种自个儿 梗传的那种中国埃及混合方言 完了 卖着那种内衣 各种网文眼的 情趣的那种商品 你在埃及这么一个 那么传统的阿拉伯 穆斯林国家里边 你感觉就是 这儿有一块男女平等的 一个小绿洲 很有意思吧 连这个在这个店里边啊 打工的那个 埃及的那小帮手 都对这个老板和老板娘之间的 那种平起平坐啊 羡慕的不得了 你看那个拉侠啊 就那个小帮手就说 我也看着他们啊 他们也没事啊 比如说讨论点什么事啊 什么的 完了也会有争执啊 什么的也吵架 但是呢 很快一会儿就没事了 他可不像那埃及男的 就我说了算 你要不听我揍你 甭管是揍不揍得过 或者说舍不舍得揍啊 反正在埃及男人 就想掌控一切 而且呢 就是他得把你打压下去 他才能掌控啊 你像撒衣的那样的 都是 他娶了那么漂亮 他那么捧着的一个老婆 他到时候想打的时候 他还是要打 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而这个海斯勒啊 也观察到啊 在这个当地啊 这个当地人 也非常喜欢 中国的这些小商人 就特别佩服 中国商人的那个坚强 和这个眼光 这个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你这么个人 就没有了 太厚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你们这些小商人 就没有了